今年春节荡打架,大家收获不小,资本收获了票房,观众收获了几个绝望的文盲。满江红官方账号先闹笑话,将近康尺拆分年号称康尺,再用秦桧诬陷岳飞谋反的话,为自己喊冤。种种操作,被网友赐名文盲官博。另一边的吴明也不甘示弱,从剧组推选出主角王一博,持续在录演时输出种种文盲笑料。 原来今年春节最好笑的语言类节目在他这里。录演是电影常见宣传方式,观众提问,主演、导演答疑解惑谈心得。 而吴明录演里的王一博,表现得胸无点没,对待各种问题都统一作答,不清楚,不知道,没意义。 对于他饰演的叶先生,粉丝充满,你有没有从这个角色身上学到什么东西?王一博低头冷笑,因为角色学到什么东西?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。又有人提问,你心中的叶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?塑造他的时候,他身上最难捕捉到的点是什么? 这种问题对于演员来说很常见,也是一个很好回答的送分题,毕竟塑造了一个角色,简短形容下都不会太出错。 但对于王一博来说,这个问题简直就像数学试卷里的最后一个大题,他连题干都没读明白,沉默半天后只是草草地写了一个解,然后茫然抬头,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 一旁的主持人健壮,立马为王一博找步,可惜见效甚微,一个演员,但凡真的有所感触,他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,也不会在讲述在剧组学到什么时,像小学生贝克文一样,卡壳忘词了。 对于自己饰演的角色,王一博好像就是一个局外人。 露眼现场,有人提问,如果穿越到那个年代与叶先生见面,你会对他说什么? 王一博沉默了十秒后,放弃作答,并开始质疑提干,你这种问题意义不大,因为我不会跟他相遇,也不会对他说什么。 此话一出,得到了在场粉丝的跟风附和,说得对,没有意义。 他们在追捧偶像的一言一行,认为这个王一博的态度,而屏幕外的观众却看见了一个脑袋空空,言之无误的绝望文盲。 幸亏王一博没有上过高中,不然遇见作文题,假如你是李华,相信他都会毫不犹豫地作答,我不是李华,你这题没有意义。 角色,没有意义,如何塑造没有逻辑,演了几个月的角色连点评一两句,都支支吾吾,这真的是一个演员能说出的话吗? 演员的基本素养就是为角色服务,不尽全力带入角色,不认真分析角色就是混子。 在《觉醒年代》饰演李大钊的张童,他形容饰演角色就是将自己的灵魂敞开,去迎接另一个灵魂。 为了演好守长先生,张童做了很多前妻工作,熟读宣言,理解前人主张,甚至开拍前他还跑到万安公墓许愿,只希望自己能够理解好角色。 面对同样与角色对话的问题,张童眼含热泪,对老先生真挚喊话,先生,我的工作完成了,我没有弄脏您。 你看,这个问题可以有意义,也可以回答得很浪漫打动人,只是看回答的人用不用心罢了。 王一博,13岁加入乐华娱乐做练习生,走上爱斗之路的同时,也将自己的学历中断于初中。 在韩国生活数年,他不光没有精进自身,甚至连基本的文化常识都能闹出笑话。 到此一游,四个大字,他只会写一。 在他的认知里,时真没走一小时,纷针转动十二下。 王成宇接龙,歪七扭八后面,他一句八仙过海都接不出,还自信说出了爸爸妈妈,自己认证这就是成宇。 网友瑞评价王一博,我从未见过如此纯粹的,一点都没被知识浸染的人。 果然,男子无才便是博,其实,文凭没有没关系,但文化一定要有。 只有小学学历的王宝强,他学历不高,却也没像王一博一样闹出过文盲笑话。 相反,从傻根走红后,看得出他在不断精进自己的学识,谈到自己饰演的角色时的感悟,他也能言之有误。 与角色成长是最大的幸福,光荣在于平淡,兼具在于漫长,而像王一博这样的大明星,连基础的理解能力都达不到及格线。 录演采访里,有人询问王一博,导演给了很多书,让你一个人待了一个礼拜,那么,哪一本书影响最深呢? 万万没想到,王一博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听不懂,提问者又解释了一遍,他才听懂题干,最后还是无效地回答了这个问题,面对这样的明星去演戏,大家都替他着急。 这理解力和认字量,怎么读懂剧本啊? 怎么了解人物性格特点啊? 怎么诠释人物内心啊? 郝磊曾经一针见血,读不懂书的人,怎么能读懂剧本? 确实,如果一人文化程度不够,怎么能读懂剧本,理解角色,镜头前谈吐得体? 一个演员,如果认真塑造过人物,分析过人物,就不会像草包一样一问三不知。 王一博在《陈情令》演了几个月的《蓝战》,戏后看见《惊战二字》,却张口念成惊诈。 文漫画的明星们,在理解角色上,一定也是有先天缺陷的。 比如,爱豆出身的黄子涛。 综艺里,李维嘉说,这是我主持生涯里的一个瓶颈,黄子涛新奇地表示自己不懂瓶颈的含义。 对于他来说,郭噪都是小众词汇,活了几十年第一次遇到这个单词。 所以当他转型演员后,他对于自己饰演的角色,认知也是空白匮乏的。 你在《亲爱的翻译官》里面饰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? 剧里面挺可怜的。 这么说? 嗯,就有可怜的,然后,我也不知道。 不知顿角三角形含义的居静一,在诠释角色时,也只能用一个傲娇反复形容,再说不出多余的词了。 赵露丝成绩数学,只能考16分,却骄傲地说我成绩不好,但现在能当演员。 如今全是角色的时候,他也是一种差生状态,还是瞪眼演技贯穿所有角色。 别说理解角色内核了,演个年代剧,故事发生的背景他都能记错,见过时间也不清楚。 如今的明星,打眼看去全是九年义务教育的漏网之鱼。 他们嘴里八乘以七等于四十二,想剪头发写成像剪头发,有魄力写成,有魏力,你还能指望这样文化素养的明星,演出多有内涵的角色。 表演的前提,是找到角色的生活逻辑和思想逻辑,你要真正读懂和理解了这个角色,才能演好它。 演尼说自己如果做不到不理解的角色,会直接剧演。 而现在所谓的演员们,他们没有理解角色的能力,甚至连角色动机都恍惚不明。 人家轮演与君初相识时,在这种主线是爱恨情仇的剧里,他居然连角色什么时候对女主心动的,都不清楚。 陈伟廷被采访问道,在南方有乔木里印象最深的台词是什么? 他语出惊人,说自己都忘了,让记者去问配音演员。 他甚至还带着得意的笑容说,反正声音又不是我的。 这样敷衍的明星,你相信他能塑造好一个角色吗? 我甚至不想称他们为演员。 真正的演员在拍摄之前,会试图理解人物,写人物小传,帮助自己理解人物关系,行为动机,思想内核,从而塑造一个完整的角色。 让存在于剧本身的角色,变得有血有肉,立体化。 陈小旭曾经为了争取角色,写了很多自我感悟,最后拿到了饰演林黛玉的机会。 做足了功课的陈小旭,已经吃透了剧本,吃透了林黛玉这个角色。 所以,被问到他对《红楼梦》和饰演角色的看法时,他侃侃而谈,对于自己饰演的林黛玉。 他讲述得很通透,很具体,从一个葬花行为,诉说他的无情和友情。 这样一番感悟才是打动观众的言语,这样的演员才是值得欣赏的好演员。 但陈小旭这样认真,有文化内涵的演员,如今已经成了稀奇。 作者曹雪芹给《红楼梦》每个主要女性角色都写了一首叛词,代表他们的命运。 2010版《红楼梦》播出后,杨幂光是在秦文叛词的环节,就闹了没文化的笑话。 视频中,杨幂对于秦文这个角色的叛词并不熟悉,在有卡片的情况下,还要向主持人请教第一个字念什么,之后更是将叛词中的受邀念成受天, 磕磕绊绊才念完。 人物判词都没读懂,怎么会演好《红楼梦》的人物呢? 有的文盲是演员,甚至连如何理解演员这个身份,都蹦跶不出一个有效见解。 没有扎实的文化基础,尤其是文学理解能力,经不起长久竞争这是马依利对年轻演员的忠告。 入行26年,她看清了太多。 可惜现实却是,目光短浅,文化堪忧的文盲明星正在受捧。 背靠流量和流量和粉丝,人脉和资本,王一博们自然不用努力就能躺平赚钱的理由。 他们拿着208W的日新,才不管理解角色有没有意义。 而且如今资本也很爱捧这样不读书的文盲明星,因为他们很好控制,连反抗的想法都不会有。 种种因素下,王一博们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典型案例。 有演技有思想的演员接不到好角色,有量鲜肉不带脑子都能赚钱。 果真是应了那句大师在流浪,小丑在殿堂。 这样的文盲明星还在演戏,还有大把优质资源,真是演艺圈的悲哀。 我现在留ten一些要anal freeze这样的命令。 继续乱雷找些人。 能用篷子的话,它的肌肉不少和面依 vecesоло都能黑和하게香一ös腿。